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1月14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內政大臣帕菲文 今天在巴黎 與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簽署協議 英國會向法國支付6300萬英鎊 加強巡邏警力、添置無人機和夜視裝置等等 攔截經水路和陸路偷渡到英國的難民 英國和法國將會互派人員了解彼此的部署 而英國今年有破紀錄的超過4萬名難民 坐小艇橫渡英良海峽去到英國尋求庇護 下一則新聞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自9月初以來英國知名求職網站WID的申請數量 數量增加8% 表明飆升的生活成本 正是迫使民眾更積極尋找工作 求職網站WID的負責人James說 申請人數增加的部分原因 正是因為有退休人士擔心 經濟衰退將會導致他們的錢不夠用 工作機會也越來越少 自從武漢忽然爆發以來 英國退出就業市場的人數激震 提前退休和長期疾病導致的人力短缺 對企業的發展形成障礙 不過自從近年生活成本越來越高 情況似乎有了變化 在2020年針對提前退休的情況 進行的一些財務計算所呈現的數字 與現在有很大的分別 對於很多人來說 保持退休狀態可能就不是一個可持續的選擇 求職網站WID的負責人James說 隨著通貨膨脹危機蔓延 最近幾個月的申請求職人數不斷增加 與9月初的水平比較 10月份的申請激增高達8% 即使是職位空缺數量一直在下跌 但申請人數沒有減緩的趨勢 下一則新聞 英國《衛報》更日報導 奧斯卡影后 英國知名演員奇溫斯利 最近向一名英國母親 捐贈了1萬7千英鎊 這款項將會用在 維持她12歲女兒 性命的醫療器材能源費用 這位收到捐款的媽媽 她有一個12歲的女兒 她的女兒患有嚴重的腦癱 需要緊密監測身體情況 有至少兩名護理人員照顧 她的女兒因為慢性呼吸問題 需要依靠非常耗電的器材供養維生 目前這個家庭每年需要 交6500英鎊電費 但她最近接獲提醒 下年的電費金額或提升到1萬7千英鎊 所以奇溫斯利的捐款 就剛剛好夠1萬7千英鎊 這位收到捐款的媽媽 就說自己是從事中等收入的工作 所以沒辦法獲得 同低收入基層家庭同等的援助 她說除了自己的女兒間房 其餘的房間已經停用暖氣 但仍然難以繳交貴到不得了的電費 下一則新聞 蘇格蘭有一位藍會農場主人 最近決定不花錢請人採摘藍會 改為開放給慈善機構 食物銀行 採到夠為止 她解釋主要原因是因為英國脫歐後 很多農場都申請不到外籍農工 都知勞動力成本飆盛 如果請回本地工人採摘藍會 反而會虧本 有農場主人說 農作物收成的時候是不等人的 他們不斷生長 一旦錯過了可以在英國上架零售的時間 就會造成食物浪費 我們今年已經浪費了接近一半的收成 目前今年正是今年的損失 已經高達150噸的農作物了 有農業專家說 英國農業如果要擺脫這個產業惡夢 但又解決不了勞工短缺問題的話 短期內恐怕看不到解決問題的盡頭 而農民難以展望未來 因為政府無法提供任何保證 大家都無法預期今年年底的情況 也不確定去到2024年會不會好轉 下一則新聞 英國肯德基正面臨人手短缺問題 最近與慈善機構UK Youth合作 計劃持續聘請來自弱勢背景的年輕人 希望可以解決年輕人失業的問題 肯德基估計去到2030年 在這個計劃下聘請的年輕人 將會佔新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一 而這個計劃將會為6,000名年輕人 找到他們第一份工作 肯德基今次推出的這個招聘計劃 專為16至24歲 因為社會、經濟或心理健康因素 而難以就業的年輕人而設 他們將會接受培訓和獲得就業經驗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預計職位空缺將會下跌 但仍然處於高水平 有調查更發現 有接近四分之三的英國公司 在過去一年中遇到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北馬衛首席經濟學家 就認為肯德基今次的計劃非常好 但必須要設法 如何令他們進步和進升 他又建議肯德基一開始 不要只想著如何招聘 而是要想辦法留住 來自不同背景的員工 將會達致雙贏 下一則新聞 英國財政大臣後俊偉 將於今週四 11月17日發表秋季財政預算案 他最近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 就提出將會增加200億英鎊稅 和減少350億英鎊開支 以協助英國度過經濟難關 財政後俊偉在另一個訪問中又重申 新的財政預算案之下 政府會削減開支 而且每個英國人都將會交更多稅 但政府會支援最有需要保護的人 口俊偉又說 新政策如果執行妥當 有望將英國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盡量速短和減弱 另外首相新偉成 禮拜日前往印尼出席G20峰會前 向記者表示 英國金融狀況已經明顯穩定 原因是民眾希望政府 能夠令公共財政可持續發展 相關目標也是政府的工作內容 新偉成說金融市場不再動盪 因為市場亦都預期政府會加稅和削減開支 不過新偉成和侯俊偉都未透露 會如何調整退休金和社會福利 新偉成說明白支持最弱勢群體的需要 口俊偉說英國曾面臨更大的挑戰 但同時亦是一個富有和情深的國家 口俊偉形容新的財政預算案 將會有助降低通脹 控制高能源價格 和令英國恢復健康增長 而新偉成說 秋季預算案將會明確地講述英國的復甦之路 不僅是國家系統恢復穩定 更會為經濟復甦和增長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英國傳媒引述 口俊偉身邊一位盟友的消息透露 預算責任辦公室最新的經濟預測將會提出 如果英國經濟面臨最差的情況的話 政府債務去到2026至27年度將會接近1000億英鎊 預算責任辦公室預測 如果英國每年加稅和削減公共開支 英國政府未來五年收益 可以達到550億至600億英鎊 已去到2027至2028年度 英國政府的債務才有可能減輕 也有消息透露 侯俊偉打算在政府部門現行財政計劃 在2025年屆滿後 限制各部門的支出增長 英國媒體估計這個措施 可以為英國政府在2027至2028年度 截省大約270億英鎊 另一方面也有消息說 入息稅的免稅額可能會由15萬英鎊 暗減到12.5萬英鎊 資本收益免稅額也可能會減半 下一則新聞 英國連鎖酒吧Weatherpoon 正是計劃再出售旗下39間酒吧 Weatherpoon說 他們現在正面對相對高的成本 包括維修酒吧 出糧給員工和購買食材等等 而在過去三個月 Weatherpoon其實已經賣了五間酒吧 總值190萬英鎊 Weatherpoon透露他們今次出售的酒吧位置 在附近1至2英里內都有其他分店 而他們位於東卡斯塔機場的分店 也不會再續約 Weatherpoon原本在18個月前計劃擴充 以及開多18間新的分店 以及在50間舊有的分店進行升級 不過隨著英國經濟環境受通脹影響 連鎖酒吧集團也要改變策略 根據《衛報》的數據 Weatherpoon旗下現在有847間酒吧 比2021年3月那時少了23間 而Weatherpoon的股價在今年目前為止 更下跌了差不多一半 Weatherpoon的主席 Tim Martin就說 即使在武漢疫情之後 飲食和酒店業仍然面對著不同的威脅 但他強調他不認為他們公司的資產已經達到頂峰 他又補充他們依然有潛力增加多100至150間酒吧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